大家 膝蓋抬高 非常好 如果你还可以的话 手足弓 很好 调整呼吸 调整 加油 你们还好吗 好 可以侧边 长者运动有原则 保护肢体关节也有技巧 膝蓋超过脚尖的时候 你又没有扶东西 你的力量是在这里 所以会磨得更痛 所以我们要利用 我们的大腿的肌肉 跟臀部的肌肉 去取代 去训练 让它这样上磨的体 台湾老年人口 已经达到总人口数的14% 属于高龄社会 让老人不老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临时能 长者运动指导员的课程 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透过我们这些志工指导员 协制到我们社区里面的 我们的长者民众 我们不但照顾我们的法亲 我们也照顾社区的 所有的长辈 每个家庭都有长者 今天高龄社会 我们就是要让每个长者 都延缓失智失能 每个长者都健康 运动有助于神经生成 适应和保护 有利于大脑功能 当长者运动风气被带动时 比起吃药会更健康 达安新闻 珍珊美之工 台北报道 都是要黄泛为人 海底勒索